大家好,我是启哥,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徐慧是李世民的什么人 竟然能让武则天品尝到情场失忆 在李世民时代武则天是比较吃不开的 当然这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多了 随便数数这一时期武则天 的政敌和情敌就有三十多个 这些人都是武则天的上司 他们压在他的头顶上 不管怎么样武则天是PK不过他们的 PK不过那些上司 那就只好跟同级别的同事较量了 可遗憾的是武则天在跟同级别的同事较量中 也不占优势 当时在同级别的同事中 武则天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他堪称是宫廷里的一匹黑马 这个人和武则天同时入职 他也是才人名叫徐慧比武则天小两岁 史书记载徐慧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也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缘故 他五个月大时就能开口说话 四岁时就能朗读论语毛时 八岁时就能写出文词优美的文章 在今天看来徐慧就是一个神童 李世民也觉得徐慧不是一般人 就把他召进公众 聘为才人 徐慧进宫后同武则天一样勤学奋进 书不离手比更不错 于是他的知识迅速增长 文采更加优美深的李世民喜爱 李世民喜爱徐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身上同样具备长孙皇后的优良品德 温文贤淑善良敦好心系天下 徐慧入宫时唐朝以高度繁荣昌盛 这都是李世民的丰功伪迹 回首过往他竟然有些飘飘然 甚至开始劳民伤财 搞一些政府形象工程 心系天下百姓的徐慧看不下去 于是劝诫李世民 陛下我们国家胜处于建设发展的初级阶段 作为国家领导人 您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 借交借造的作风 李世民不愧为一代贤君 他对徐慧的这番忠言大家赞赏 很快就破格提拔徐慧为节鱼 从五品财人到三品节鱼徐慧前进了两大步 可武则天还待在原地 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徐慧升职后继续欣喜天下 继续劝鉴李世民艰苦奋斗 借交借造 李世民更觉得 他是个难得的贤内主 又把他提拔为 《冲荣冲荣是九瓶之一关居正二品》 徐慧深受李世民重用 他也深深地爱着李世民 贞观23年 六百四十九年五月 李世民病逝时 徐慧因为悲伤过度 病情加重而死 据载徐慧的病是可以治疗的 但他坚持不吃药 坚持要殉情 结果就永远追随李世民而去了 享年23岁徐慧死得悲壮 而其美令人惋惜和感动 李治即位后 就追赠他为贤妃官制正一品 同时入宫同样是财人 武则天在升迁方面 可比徐慧差远了 武则天从13岁进宫当财人 到25岁 也就是李世民逝世的时候 还是个财人 12年了一个总裁 书完全可以升为办公室主任 甚至是总经理助理 可武则天还是原地不动 这足以说明李世民并不重用他 他很郁闷 他也许会问李世民 我就纳闷了 我和徐慧同样是你的财人 你一个劲地提拔他 却不提拔我 我们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李世民好像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他想让他慢慢去领悟 可他还是执迷不悟 继续找机会表现自己 感谢您收看 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 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